有很多净土专修一句名号 大家常常喜欢读经 那算杂修吗? 什么词为? 杂呀!跟不杂不在相的东西 念记符号当然也是在相上论断 或者是送一部经的也是在相的东西 现在如果说我今天我没有烦恼 也不用送什么经啊 如果我的心跟佛一样送什么经呢? 这是内心的问题 我们要在内心的问题 但是众生还是需要试修 念一句佛是好事 送一部经典也是好事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一定内心要有佛的智慧 你不能说我只念一句佛 念一部经典 然后不听见不闻 反而智慧不开 这个不是佛法 你念的是烦恼法 这不是一句佛 无聊说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心有没有烦恼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何理解待业往生 只要一生乃至持生就可以 常常有这样 那弟子有时候疑惑 那一生也可以现在懈怠 这该如何对待 带业往生 那是有几个讲法 意思就是说 带善业往生 或者带敬业往生 这个叫做带业往生 还有一种精心就是说 佛以大悲心啊 灵命中的时候 造无利是恶重罪啊 经过有人的劝导啊 然后能够回光返照啊 能够也回向净土 这个人也可以往生 那是在强调佛的大悲心 佛的大悲心 并不是说 五逆十恶每一个人 都一定可以往生 问题是说 一个照 平常照五逆十恶重罪的人 那灵命中大部分都是颠倒 你一个人每天都杀人放火 杀到阴望无所不干 那你的灵命中怎么会有正念呢 所以不能说 我代业往生 我现在就懈怠 我代业往生 我现在就不用功 往生是今天的事情 不是灵命中的事情 往生是现在的事 不是灵命中的事 现在你都不能控制了 那灵命中怎么做得到主呢 所以要现在就要开始用功 不能懈怠不能懒惰 所以离要有聚会 世修还是要吃一点苦 离世要圆容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佛法 下面一个问题是 上海现在修逆教念咒 可快速消业成就 那念一句名号也能消业 那究竟我求生结了到底怎么去做 我告诉你 消不消业啊 如果你不悟名心性的话 不能体会业性本空啊 不管是念佛啊 念咒都只是结缘 都只是结缘 消业 我现在问你业是什么 你要讲结果具体的观念 业什么叫做业 一 执着叫做业 二 烦恼叫做业 三 无名叫做业 我如果叫你 把无名拿出来 你拿得出来吗 把烦恼拿出来 你拿得出来吗 对不对 把你内心的那一颗执着的心 拿出来给我看啊 你拿不出来 就表示业性本来就空 因此我们一直讲 念哪一部经典啊 念哪一句符号 使哪一句咒语啊 就比较会消业障啊怎么样 这是站在事项上来讲 事项上来讲是 我这样来做 可能 但是问题 是不是真的 你无量一节来 无量一节来 你的这种族的烦恼啊习气啊 如果不断的话 你念什么佛 你什么咒 力道也是不够大 是因此啊 这个有 很有佛在 方便诱导众生 来进入佛教的领域 佛教也告诉你说 哎呀 念佛一记啊 功德无量 礼佛一拜啊 罪灭何杀 对不对 这个是一种诱导 诱导理 你一天要念多少佛啦 有一天要念几万身佛啦 你学宋菩萨讲 念多少佛啦 好 念佛一记 功德无量 礼佛一拜 罪灭何杀 那你有功德无量吗 没有啊 你有罪灭何杀吗 罪灭何杀 你为什么 到现在还是烦恼 这不烦恼呢 是不是 所以不能执礼费事 也不可以执事费的 礼跟事都要 两个角度都要平衡 都要平衡 不能偏执 邪佛最怕的就是那种 不听经 不文法 然后啊 我自己想我自己对 自己搞 就是最可怕的就是这 别人讲 他也听不进去 我知我见得特别重 那佛 佛就特别的灵敏 这些众生 不是善知识的问题 善知识本来就要正法给你 可是也无能为你去改变它 对于就是无奈的 所以不可以扫善跟福德因言 天无到真正究竟的正法 不可以扫善跟福德因言 扫善跟扫福德 扫因言 仍然没有办法听到 佛陀究竟的正法 所以 这一期就是最好的写照了